随着生物科研技术的突飞猛进,越来越多的人寻求延年易受之秘方。 其实,生命是一个很脆弱的个体,说长不长,说短不短。 而这些生肖却是大受星,不仅寿命长,就连福报财气都积极跟随。 长寿健康是每个人对自己的最好期盼,因为身体是革命的本钱, 没有好的身体和长寿的命,那么赚取再多的财富也是没有意义。 如果能够长寿健康,同时又福报多多,那么这样的人生才完美,也可以说人生大赢家。 而且福报多的人容易长寿,并且福报多的人,不管在哪里,都能享受到无比的快乐。 在十二生肖中,哪些人不仅福报多,而且还长寿呢? 一,肖羊人远望最得福报。 属羊之人,天生的太以贵心协助,凡事小心谨慎,处处为人考虑。 年轻多困苦,而后历经挫折后,福报不少。 羊儿们性情温婉,从不爱与人计较,处处体谅别人的过错,朋友有难必定全力以赴。 他们人缘颇好,对人坦诚,必定的福报多。 肖羊今生羊寿长运气家,一生一世为富贵之人。 活泼好动,生命力旺盛,小病不断,大病无碍,凡事爱开动脑筋。 属羊人能眼善变,还有一副好歌喉,一鸣惊人。 在健康方面,总能逢凶化吉,有顽强的抵抗力,把病痛挡在门外。 而且,他们生活也常有长辈相助,贵人扶持,喜欢行善,广积应得,不计较自己的付出,处处为他人考虑。 这样的人是最能得到福报的。 早年的积德带来了中年的福报,那时候属羊人事业有成,生活顺利,也有时间和精力去调理身体,最后过一个高瘦的晚年。 生肖羊,一直都是那么精力旺盛,有活力,是多福多寿的好属相。 二,乡虎人敢打敢拼运起架,出生虎年之人,有一个优点就是爱见义勇。 他们是最能聪明的能者,也是最勇敢的壮士。 过早的社会历练,早已将他们打磨光滑,历经挫败后才能才能打仗。 小虎之人,天生就是敢打敢冲的典范,今生运气颇好,福气最佳,一辈子不用为生老病死发愁,因为他们足够长寿,尊享富贵荣耀。 乐观的属虎人浑身上下都充满激情,他们有活力,有追求,求上进,知幸福。 这辈子没有什么困难能阻挡得了他,但凡有任何的,不顺都能通过自身努力调节好。 属虎人爱自由,喜欢奔放,做一个人体能叫好,性格开朗,思维敏捷的性格,使得他做任何事都能顺风顺水。 这也是属虎人长寿多福的原因,爱生活的人才能享受大自然的福报,这辈子注定长寿一生。 而且,他们那乐观的心态让他的生活更加多欢乐,因此活得长寿也是自然的事情了。 三、消极人广结善缘,能成大器,出生几年,非福则贵。 出生不俗,为人多慷慨大方,虽心智口快,但心底善良,为人正直。 这辈子能广结善缘,为人最得朋友信赖,做事靠谱,对人忠诚,今生未能做大事之人,福报最多,财云满满。 依靠自身努力发家,一长命百岁,坐享人间福报,可谓富贵之人。 生肖蜀鸡的人,心地善良,有同情心,帮助需要帮助的人,他们喜欢不识行善,广积阴德,不计较自己的付出,处处为他人考虑。 这样的人是最能得到福报的。 早年的积德带来了中年的福报,那时候,蜀鸡人事业有成,生活顺利,也有时间和精力去调理身体,最后过一个高手的晚年。 四,蜀兔人知足常乐勤劳刻苦,生肖蜀兔的人,守本分,懂得知足常乐。 他们不贪不义之财,不想着不劳而获,不贪婪,更不吝啬。 他们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和聪明智慧获取应有的报酬。 大家也会对他们尊重有加,福报满满。 萧兔女人打扮得美丽而庄重得体,让人感到清净和温暖,而不是靠妖艳性感来让人享入非非。 萧兔男人打扮得朴素又不失身份,让人看着舒服又肃然其境。 用平常心来对待万事万物,福报不会少,阳寿也不会短。 生肖蜀兔的人,吃得了苦,受得了委屈。 这是能得到福报的先决条件。 他们能屈居于人下,同时又有自己的自尊心,能够相信自己,欣赏自己。 他们有上进心,坐视力求尽善尽美,对自己和家庭都负责。 勤劳刻苦,正直,真诚,踏实肯干,这些都是属兔人的美好品质,也是他们能获得福报的重要因素。 属兔人多为大气晚成之人,他们到晚年有想不完的福报,阳寿自然也是绵长无边。 中国古代有言,纯阳为先,纯阴为鬼。 中医说,氧化气,阴成型,阳是人生的动力,是能量,而阴是物质,所以人死后,神没有了,人也不会动了。 只剩下一副身体,也就是只剩下阴冷,再触摸一下那些身体,都是寒冷的,没有温度的,这就是没有阳气的表现。 所以,中国民间把人的寿命称为阳寿。 癌症高发为什么是在中年? 到了中年时期,身体阳气开始由盛转摔,不爱惜自己的身体的人,阳气衰落更快。 到了这时候,很少人感冒后会发烧,这是因为根本没有足够的阳气烧起来。 但是,这并不意味着身体变好,因为正是这个时期,很多大病在酝酿,或者已经生成。 例如高血压,糖尿病,高血脂,还有一些风湿,肋风湿,和骨头的疾病,最重要的癌症在这个年龄也是高发的。 这就是阳气失去保卫作用后,身体已经无力抵抗定血,并协助在身体积累。 所以,有些人一年到晚都没有病,就是经常容易累,结果几年后检查出来的都是一些大病或者慢性病。 当然,生病不是绝对的,并不是说大病只会在这个阶段,在任何阶段都会,只是这个阶段和老年阶段比较容易,也不是任何人都会生病。 有很多人很注意自己的身体,劳逸结合,把身体的阳气保存得很好,就不会生病,即使生病也不是什么大病。 老人,为什么就特别容易病?到了老年时期,阳气进一步衰退,所以老年人特别容易生病,而且很多老人家都有很多慢性病。 不仅如此,很多老人家还会感觉容易累,气短,不欲动等情况,到了冬天就四肢发老,有时甚至冷到不能入睡,盖多少张被子都无补于世。 这就说明老人家体内的阳气已经很衰弱了,再加上病血侵入体内,一直和体内的阳气做斗争,使得体内阳气越来越少,而在外面表现出阴盛阳衰的症状。 因为阴主境,所以人会不愈动,因为寒,所以人会感到寒冷,因寒过肾,还会凝结血液,变成血瘀症,诱发心脏方面病变,也会造成失眠。 当人体的阳气越来越少,越来越少,人的身体就会变得越来越弱,神气越来越差,所以注意看病,首先看神。 如果看到病人神已经湿了,就知道病非常不好治,当最后一丝阳气消耗完的时候,就是生命结束之时。